MING PAO CANADA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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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 今天 《黑猫一起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 是關於龍貓 將會改編成為戲劇 如果大家有看開 宮崎進的動畫 一定對於龍貓是不陌生的 我最喜歡 龍貓這套卡通片 不知大家又怎樣呢?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 他相關的新聞是說什麼 映画 映画に音楽をつけた 被災師譲さんが 監督の宮崎駿さんに劇にすることを相談しました 宮崎さんも賛成して 初めて劇になることが決まりました イギリスの ロイヤルシェイクスピア カンパニーの俳優と ぬいぐるみが出て 被災師です 被災師さんが音楽をつけます 被災師さんは 映画のイメージを壊した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ので 劇を外国でするのが大切なことでした とても楽しみです と話しています 劇は 今年の10月から来年の1月頃まで イギリスのロンドンで 行われる予定です 龍貓在英国初次成為 戲劇演出 龍貓是講述一對姊妹 在大自然中遇到奇異的生物 成為朋友的故事 是在1988年上映的人氣動畫 電影中的音樂製作 狗石漾和導演宮崎駿 談論後 將其改編成為戲劇 宮崎先生也贊成 並決定令他成為第一部的戲劇 英國王家沙士比亞劇團的演員和人偶 將會出演 狗石先生負責添加音樂 我不想破壞電影的形象 所以在國外 戲劇演出是很重要的事 我真是非常期待 狗石先生這樣說 這個戲劇將會在今年10月到明年1月左右 在英國倫敦上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就是關於龍貓改編成這個戲劇 英國上演的新聞 當起宮崎最不知大家有喜歡哪一套動畫呢 她曾經做過很多家傳無曉的動畫 可能是千月千尋 再見營火蟲等等 不知道大家又最喜歡哪一套動畫呢 黑貓最喜歡的是龍貓這個故事 我記得是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次的 對啦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會喜歡龍貓 不知道大家對於其他公其進的電影 有什麼看法呢 或者你最喜歡哪一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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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拜拜 mathematic 拜拜 divid